大家好,熟悉我的人都知道 我做这个游物馆有一半的时候在扯蛋,在扯闲片 因为我们也得承认一个事情 由于生活在国外了,你没有圈子了 你要是在北京,要是在上海 一堆的狐朋狗友在一起吃吃饭,聊聊天,吹吹牛逼 然后一吟一下旁边有没有什么美女 然后抒发一下自己,治国平天下,优国有名的感觉 这个日子就过去了,是不是 到了海外,也没这个圈子 每天24小时,除了老婆啥都不要 所以就扯闲片,好山好水好寂寞,这是真的 所以我很感谢游馆的,让我有这么一个扯闲片的机会 打发时间,有一半的节目是扯闲片 有大概三分之一的节目是搞什么呢,是入包 大概有10%的节目是正儿完全思考问题 今天继续给大家扯闲片 这个闲片是真的,又是关于习包子的 说习包子都不是已经回北京了吗 完了以后,这几天法国人,欧洲人,法国人 又在法国的媒体上面,又在笑话习主席 他们拍了一照片,登上了法国的很多报纸的头条 一个什么照片呢?是两个人接受法国的总统 马克龙老师的邀请去品尝法国的本地的美食 最好吃的东西,最有营养的东西 最有法国的传统美食 一说传统美食,我们都知道 北京,北京烤鸭 长沙,剁椒鱼头 就这些东西 人家法国人也有法国的传统美食的 就像韩国,烤肉 烤黑猪肉烤肉 还有法国,韩国的各种冷面 好吃,烤肉 好吃 欧洲人也有法国人的美食 法国人也有法国人的美食 他们请习主席去品尝法国的美食是两种东西 一种是葡萄酒 酒这个东西很好 习主席对酒是有研究的 一辈子离不开姑娘,离不开酒 所以喝酒,他都是有感觉的 但是习主席喝酒,都是喝的茅台酒 茅台酒是白酒 白酒这个东西在西方人那里是不香的 没有几个人愿意喝白酒 他们没什么意思 我对酒是异效不同 不管你是茅台酒还是白酒 还是葡萄酒 我都不懂,一点都不懂 我唯一懂一丢丢的 懂一点点 就是啤酒这个东西 我能喝出大概一个好坏来 啤酒喝的很少 但是我觉得欧洲人做的啤酒 德国的啤酒,捷克的啤酒 跟中国的啤酒比 甚至跟韩国的啤酒比 跟日本的啤酒比 欧洲人做的啤酒的确好喝的很多 所以习主席对白 对红酒,对葡萄酒 他也没什么太多研究 觉得不爽 不刺激,不过瘾 是不是 就这个马克龙老师呢 先是带西路西品酒 没品出个名 他也不懂 是不是 这个据说 欧洲的贵族啊 都是喝红酒的 说有一套关于喝酒的这个泥 说欧洲人有有钱人 都是喝红酒 有各种工具 各种套路 各种泥 各种章法 我是一瞧不通 他说欧洲的野儿们 都抽这个雪茄 粗粗的 是不是 含在嘴巴里面特别气派 这包子里也不懂 是不是 这两个东西吧 多少还能搞一点点 还能够假装斯文 假装附庸风雅 能够搞一点点 就像我这么一凉泡 我也有的时候也喝点啤酒的 你买一瓶啤酒 一个人在那里独自斟酌 是不是 也能够喝掉三分之一 然后剩下的把它倒掉 每次倒掉的时候 我觉得我真是浪费粮食 我这辈子对酒 我淹呢 一点兴趣都没有 结果没想到 马克龙这个人呢 带他去品尝了啊 带他们两口子 细胞子彭丽媛啊 去品尝的 法国最好吃的东西 什么东西呢 奶酪 哎呦喂 这个东西就就就难受了啊 而且品尝的是这个 奶奶 奶色的奶酪 是不是 哎 结果一个人拿了一块碗嘴巴 你一丢 又那叫一个难吃啊 有人把这个照片就拍到了 那习主席一脸的愁眉苦年 怎么这么难吃啊 是吧 左手端着一个葡萄酒杯 是吧 右手拿着一块奶酪 浑是痛苦不堪 真烫难吃 这是人吃的吗 是不是 然后彭丽媛老师呢 旁边也是很土鳖 也是端着一个葡萄酒 完了以后呢 拿着一块奶酪 蓝色的 吃了一口 咬了一小口 没吃完 一块奶酪没吃完 然后呢 就这么吃了一口 然后就放在脑花眼嘛 是不是 深远点 看一看 这什么玩意儿 这是是不是 怎么这么难吃啊 就这种感觉 脸上的表情 各种痛苦 简直要被人强奸的感觉 很不舒服 是吧 所以那两个人同时的脸上 都露出一脸的无法接受 和痛苦的表情 然后就被法国人呢 就嘲笑 就上了头条 是吧 哎呦喂 你知道吗 当然呢 我们这些人呢 就骂呗 就骂这个土包子 两口子 没见识呗 跟我命的世界 是格格不入呗 文明路后呗 体会不了好东西呗 说这个法国的那个红酒 和法国的奶呢 那是国宝级的食品呐 那么好吃啊 有营养啊 是不是 哎 所以我说 这为什么要跟大家讲 这么一个话题 叫扯闲片 一边扯闲片 一边一边讲点这个饮食 是吧 你说我们这些中国人 离开中国以后 最难熬的 最不可以改变的一个习惯 你不要 我经常讲什么 观念的习惯呢 习惯的观念呢 观念的秩序啊 重生啊 讲这些个词 都是一些很高大上的词 我告诉你啊 人这辈子 我们这些个人 最难改变的 就是我们的饮食习惯 就是我们的味觉 我们的舌头上的这个感觉 就是离开了这个 我叫做知味啊 知那味道 就是中国人做菜的那种方法 真的 我为什么有事没事 我就跑到台湾去了 其实台湾吧 我第一次去我对台湾的风景啊 台湾的思想家呀 台湾的大学啊 我都挺感兴趣的 到处去打卡 是吧 但是去到第四次的时候 我就对这些没什么兴趣了 但是依然如故的往这个台湾跑 大概一两个也不跑一次就男生 为什么呀 我就实话实说吧 就是为了去吃台湾的饭和菜 因为台湾的菜好吃啊 因为他对我们的传统的口味呀 所以今天呢 我要扯扯相片 要为我们的习主席鸣不平 要帮习主席说说话 是吧 你一中国人喝葡萄酒 你喝不出感觉也就算了 你让一中国人吃奶酪 那真的比沙还难受 有时候我就想 如果说我生活在加拿大 或者是生活在美国 如果没有华人超市 如果没有这个各种中式的炒菜 你天天让我吃这个热狗 天天让我吃汉堡 天天让我吃芝士 天天让我吃奶酪 我他妈一头装死算了 难受死了 加上我这个人呢 我们两口子都不会做饭吃 所以在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寻找一个正宗的 靠谱的 哎 叫中餐馆 然后呢 就天天去吃 然后就趁到我们家的食堂了 这个东西呀 这是我们最难改变的一个习惯 那没有办法的事情 所以法国人呢 欧洲呢 他特别装叉你知道吗 你凭什么 你要嘲笑我们这个习主席吃奶酪吃不惯呢 凭什么你说啊 是不是 一个饮食背后是一种文化 是一种习惯 是不是 你中你法国人 你来到中国 你能吃得管我们的这个什么 多嚼鱼头吗 你能吃得管我们的这个辣椒炒肉吗 是不是 你能吃管我们的那个那个那个北京的那个豆汁吗 臭死你 你能吃得管我们湖南的这个臭豆腐吗 是不是 没不像话呀 你凭什么 你傲慢个傻呀 救你文明 救你懂 是吧 哎 说多了都是累啊 所以我们这期呢 虽然是吃鲜片啊 我们要为这个习主席彭老师 彭丽媛老师 要鸣不平 感觉到他们遭受到了种族歧视 我们要抗议 大声的抗议 但是抗议完了以后呢 我还要理中科一下 我很少理中科 有一句说一句啊 奶酪这个东西啊 就我不知道啊 奶酪这个东西啊 我是建议中国人呢 都要学会吃 嗯 不是别的意思 它味道真的没什么暖目 没什么味道啊 但是超级有营养 超级有营养 所以我现在营养吃呢 每天早上吃奶酪的习惯 一大坨奶酪啊 本地的超市里面买到的最好的奶酪 我吃过本地的奶酪 吃过法国的奶酪 吃过香港 这个北欧的奶酪 每个地方的感觉不一样 我吃奶酪 它不是说这个东西好吃 而是这个东西超级有营养 丰富的蛋白质 绝对补钙 各种营养 奶酪的营养 是全世界所有的食物里面 最有营养的东西 我是强烈建议 我们的这些个知人 一定要学会吃奶酪 你吃着吃着习惯就好了 你现在每天早上 你不让我吃这么大一坨奶酪 我浑身就没劲 我每天早上吃了一大坨奶酪 一天都不饿的 我真的不骗你啊 所以呢 虽然我们要为习主席的口味 为习主席的口腔鸣不平 为彭妈妈的口腔鸣不平 但是一个中国人 如果没有学会吃奶酪 对自己的身体不大好 我是由衷的说出 这么几句礼终课的话 好不好 如果你有幸看到我这期节目 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 小孩生下来了 你真的 你什么东西都可以不买 你可以不用 你可以不买水果 但是你必须要买奶酪 奶酪这个东西 必须要还让孩子天天吃 一直要吃到18岁 保证你的孩子身体健康 个儿长高 各种 个儿高不高 我不知道与遗产有关 但是他身体绝对是棒棒的 好得不得了 而且一直到脑子身体好 我跟你说 没有小细胞子 这么多毛病 一会儿又前列腺要发炎的 一会儿又脑梗的 一会儿走路又走不动的 是不是 又中风的 为什么呀 蛋白质不够 人是一堆蛋白质 奶酪是唯一的一个能够直接补充人体蛋白质的这么一个食物 有两种食物是绝对是不可或缺的 必须要天天吃 天天喝 一个是水 就是白水 一个是奶酪 听到我这个话的人 你要感谢我 真的 你要感谢我 尤其是年轻的父母 你要感谢我 赶紧给我打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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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